這個南亞裔男人涉嫌刑事毀壞一架九巴車沒有巡邏車 被警員當場拘捕 事發在星期三傍晚6時多 涉事的九巴車當時停在旺角道保安大廈附近 幫助協調路面交通情況 誰知男人突然走在巡邏車上 他先嘗試打開車門但不成功 之後又想開車尾門 不過他懷疑將燈罩當作開門手掣 最後門就開不了了 燈罩就被他扯掉了 九巴職員回到駕車後發現有異樣 於是立即渴止他 在附近的警員也立即將他制服了